一圈的生存 幽神劣败 立即分明 往往经过非常残酷的比拼 然后可以磨练出更多潜能和实力 台湾歌手A-Lin在过去一年里面 参加大陆我是歌手的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 让人不得不佩服 她现场演唱的爆发能力 还有歌唱技巧 那么在13亿人的市场里面 A-Lin的表现和大万级的歌王歌后同台 一点都不逊色 对于A-Lin来说 一步一脚印 每一个过程都有意义 她已经觉得收货满满 简单T恤 牛仔裤 私底下的A-Lin很随性 这一天她要带我们回她的家乡 没想到从台北上飞机时 太阳还大到睁不开眼 一到台东却突然倾盆大雨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环境 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乐观的个性 所以其实我对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乐观的 隔了三个月 才终于抽孔回家 却遇上坏天气 A-Lin心情丝毫没受影响 她说东台湾的天气 本来就很多变 却也影响她的人生观 永远做好准备 然后保持乐观 回来喽下雨啦 下雨啦 下雨啦 怕 你回来了 你好... 这边都是我的家人 Juan 媽媽 我來回家 妳每一次都要回來 或是怎麼樣 應該要事先跟我講 就想說這麼自然啊 突然間...這樣子 很恐怖耶... 妳不要瘦了耶 妳不要瘦了 回到家人面前 A-Lin終於可以完全卸下 明星的沉重武裝 真實做自己 小小的庭院走廊 是A-Lin家人們 每天閒話家常的地方 邊做家事 邊聊生活所事 是A-Lin很懷念的小時候回憶 每次回來這邊 其實都沒有什麼壓力 反正都是很放鬆 就很像回到小時候的樣子啊 你可以鬧啊 可以開玩笑啊 唱歌啊 都沒有什麼束縛在 跟著家人一起哼唱 哲宇棚下就是舞台 鍋碗瓢盆都是樂器 家是支撐A-Lin 繼續往前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覺得家始終 都是我的一個很大的依靠 就像我們家的樣子一樣 就是後面是山 前面是一個大海 總是會有人等著妳 妳會來擁抱他們 拼命的在尋找著 整整完整的自我 嘗試想鬧的霓虹 卻帶來寂寞 去台北的那一年 A-Lin十九歲 一個人離開溫馨美麗的小部落 勇闖陌生繁華的大城市 一心追夢 十多年了 一路走來 還能堅持率真 很難得 三仙台 三仙台 我來了 我是那個A-Lin 是喔 沒有看到我 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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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論什麼事 總是很能自我解嘲的A-Lin 其實是習慣把心事放在心底 看似順遂的演藝路 也曾有曲折 兩年前 A-Lin才剛開完小巨蛋的演唱會 前東家卻無預警解散 讓A-Lin的唱片合約 突然中斷 那個時候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說 公司解散 就是公司可能那個時候 合約的問題 然後讓我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能那個時候也會想說 可能就沒有人聽我唱 可能就之後就到這個時候結束 所以那時候就有 就有那個呆狀性炮疹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個是 是真的壓力大到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常見到她 有時候我會在那邊 好想說在她的旁邊 能夠好好照顧她 對 像媽媽的想到妳都很難過 都好難過 都好難過 我不解決 A-Lin的低潮母親都看在眼裡 卻只能在旁默默支持 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 A-Lin回到她最熟悉的地方 還應該算是我的 很像是我的蟑螂師一樣 你知道她就可以安撫 就是安撫我的一些不愉快的情緒 讓我看到的時候 就算是看到書裡面的海 或者是電影裡面的海 就會覺得好像在這個時候 然後好像就瞬間回家了 人生的路上誰都有雨天 只是要看怎麼面對 A-Lin告訴自己 只要不放棄 永遠有機會 沉寂了一段時間後 再一次站上舞台的她 像是脫掉了 以前小女孩的青澀感 更顯成熟自信 只是每一天 你們的交友在舞空嗎 嗨 我們再去唱 今年是A-Lin豐收的一年 參加我是歌手紅片兩岸 又出新專輯 還有兩場小巨蛋演唱會 光是上半年 另外有16場商演等著她 她說也許就是因為 當時的隨遇而安 感染到周遭的一切 逆境便出路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就覺得說沒關係 明天還是有機會去做好 你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做不好沒關係 明天還有時間還有機會 樂天更帶著強韌的生命力 讓A-Lin一直能不停蛻變 她越來越清楚 原來自己是因為家人們 滿滿的祝福和愛 才能繼續站上舞台 她知道 無論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囂複雜 家是她心靈的避風港 最厚實的支撐力永遠多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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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